分析到 一个火箭军它的影响力 可不是说这么两个人 它是一个系统的崩溃 你看到从上到下抓了几百人 上千人 它是一个系统 那我再问你 你共产党习近平对外的震慑力 它有哪些可以用的 不就一个火箭军 你以为现在打仗是 把人海战术往外冲啊 就是按钮嘛 如果这个体系 火箭军都崩溃了 你觉得它手上还有什么可用的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习近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秦刚的这个事情 对习近平打击是非常大的 所以郭先生说 习近平没能可用 没能可信 这是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大家也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火箭军的崩溃 是一个系统的崩溃 它是对习近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秦刚 胡小田 这个瓦克娜等等这些事情 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 当这个消息被暴露出来 就被这个爆料出来以后 对他的打击是更难 因为他就是现在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习近平没有安全感 对 因为他身边最相信的人 包括最机密 最核心的这个军队的人 都在背叛他 所以我也是想问一个问题 这也是很多西方人在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 就像吴国华或者是王少军这样的 就是位高权重的这个将军 他们又深得习近平的信任 像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决定去跟随郭先生去内共呢 你怎么知道就这么几个 还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 意识到 跟着他是没结果 没前途 死路一条 因为他就是个疯子 你像核武器他都敢弄 谁不怕 你就到最后 你跟美国人干跟西方人干 你能有什么好结果 那不大家都在一起跟他死吗 他是不在乎 那别人在乎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相信 就是习身边的周围的 哪怕他是很信任的 很多人都是 都不一定 他可能在 不一定是在我们某个农场是在有 但他支持爆料革命就足够了 那我想关键时候的是 他们一定会停上而出站出来 只要到那个时间点 是吧 我相信他们都会站出来 都会一起去灭工 大家就是等待着一个时机 那边 咱红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